这里明明是最惨烈的战场 可这名德军却拿着一棵圣诞树 大胆地走到了战场中央 本以为他是想提前回到老家 但奇怪的是 对面的敌军不仅没有开枪 反而还兴奋地欢呼鼓掌 就这样 在圣诞哥的陪同下 昔日惨烈的战场 现在竟变得平静和谐 而士兵一曲唱罢 更是热情地打起招呼 如此幽默的场景 让士兵们全都哈哈大笑 但就在这时 德军长官却冲了出来 他紧张地训斥士兵 让手下赶紧返回战壕 可话音刚落 属于敌对的英军长官 却又跑出战壕和德军交谈 见此情况 法军长官也立刻冲出 并友好的和对方打起招呼 就这样 三方士兵就全部爬出战壕 并面对面的来到了战场中央 不过刚开始士兵们都还有所戒备 每个人也警惕的看着对方 可随着德军拿出一块巧克力 和法军的啤酒进行交换后 他们才全部敞开心扉 不仅有人拿着老婆的照片 和别人相互分享 甚至还围坐在一起喝酒吹牛 仿佛这一刻战争早就已经结束 然而幸福必然是短暂的 伴随午夜铃声的响起 神父在做完最后的祷告后 席聚在一起的士兵 也只能就此分别 此时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回头 无奈的眼神也全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如果战争真的结束 那该会是多好的 可现实是残酷的 在第二天一走 德军就被一阵挖掘声突然吵醒 士兵立刻警惕的张望 没成想 竟是一名英军在掩埋地雷 德军士兵正要反击 但突然 一名英军医疗兵 却又高举白气跑到了战场 原来 这名士兵并不是掩埋地雷 而是想埋葬自己死去的哥哥 然而 停战协议已经结束 对面的德军随时都会开枪 长官大声地训斥 要他们赶紧滚回战壕 但就在几人转身之余 没成想 德军长官却再次冲到战场 于是三名军官再次坐在一起 最终经过一番商量 他们便决定在停战一天 来各自处理战场上死去的亲人 如此人性化的决策 让所有的士兵都得到缓解 他们纷纷挖坑 掩埋着战友的尸体 接着又在一起肆意打闹 并互相抱怨着战争的残酷 以及各自辱骂着那些上级军官 似乎这一刻 他们根本不是敌人 反而像是许久未见的朋友 然而 停战不可能一直下去 没过多久 德军长官就收到了 总部要轰炸敌军的消息 情况万分惊急 为了能早日结束战争 德军长官当即就冲到敌军战壕 并冒死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这里明明是残酷的战场 可一名德军长官 却大胆地走到了法军阵地 听见此话 法军当场呆住 但介于圣诞夜停战的和谐 法军便选择了相信 可没想到 一大批的英法士兵们 刚躲到德军的战壕 果然 一发炮弹就瞬间袭来 伴随炮弹的轰炸 士兵们也紧紧地抱在一起 最终 经过一轮狂风乱炸 所有士兵全都没有受伤 本以为 这场战争已经结束 可不料 一旁的英军长官 却又让德军去他们的战壕躲避 于是一大批的士兵 便又从德军战壕爬出 接着又躲到了英军阵地 不出意外 浩弹如期而至 但对于这群士兵来说 他们却再次躲过 最终 经过短暂的躲避 比我双方的军官相互致谢 都在期待着停战的那天 似乎这场战争 马上就要宣布结束 然而 现实是残酷的 那些高层的军官 又如何能懂士兵的辛苦 他们截获到 士兵写给家人的信件 在得知前线已经停战多日后 高层军官彻底震怒 于是这场圣诞后的停战 也就此画上句号 很快 法军就派来了新的指挥官 他蛮横无礼 训斥着前线士兵 停进多日的战场上 也随即迎来第一次的死亡 与此同时 英军也派遣了一名新的神父 并为所有士兵重新洗脑 然而更可悲的 还是提出停战的德军长官 高层认为 他的做法是严重的叛国 于是为了惩治 这群向往和平的德军 便被派往了最残酷的东线战场 但更杀人诛心的是 在火车即将启动的那一刻 高层还一把夺过士兵的口风琴 接着便丢在地下一脚踩碎 而那首象征和平的歌曲 也再也不能哼唱 很快通往死亡的火车 就缓缓地启动 而这群士兵 则用他们的喉咙 开始哼唱起了那首和平之歌 《友谊天长地久》